她是那种为了男人可以不择手段的女人 从小学到高中 她都一直默默关注着这个叫正姓的男孩 看到男孩的橡皮擦掉在地上 她会马上捡起来还给人家 只要能帮上正姓 无论是做什么事 她都会非常满足 真一是学校的年纪老二 第一是品学兼优的正姓 真一嚣张地说 第一的位置这次肯定是她的 说完还不忘挖苦一边夸赞正姓的理想 正姓开心快乐是理想最大的愿望 但偏偏有人喜欢搞破坏 这次考试正姓竟然得了第二 不难过那肯定是假的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超过她的真一竟然是靠前堆出来的成绩 我超有名的塾里通过 你家是贫乏的 一人坠地学习的 那是什么 更让人憤态的是 老师竟然就是幕后的帮凶 无理だと思うよ 一日は地頭がい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芥川先生 関係ないです その受信に満ちた目がうざいんだよな せいぜい がんばれよ 正姓握緊了拳头 却不知道身后的理想比他更奋猛 なんでみんなして まさゆき君をいしめるの なんで 他很是憤慨的質問老师 为什么要侮辱正姓 为什么要认前不认人 但老师却觉得是正姓不知便通 这突如其来的兰花指和一扭一扭的小步伐 直接让李湘陷入了某种不可控的情绪中 这一天的老师满面春风 看着李湘给他的小操场约会纸条 他不由得一阵欣喜 但谁知或从笑出 随着镜头上演 一个女孩出现在窗口 李湘在多年后的回忆中 告诉听的心惊胆战的服务生 与此同时 他还告诉服务生 年少时 她是那种长得不好看 学习又差 在班上没什么存在感的女生 但又不可控的暗恋着学习又好 长得又帅的正姓 她明白自己这样的人是配不上人家的 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而正姓天天又给了她若有若无的回应 这种回应不仅给了李湘希望 而且打翻了班长西美的促谈 于是他们将口香糖放到了李湘的座位上 而当李湘坐上去之后 他们就会借此冷嘲热服 正姓虽然出于好心 帮了此时非常无助的她 但也彻底激怒了班长三人组 她怀着满心的欢喜给正姓写着感谢信 却不知自己的一番心意 第二天就被班长偷走了 而且班长还当面羞辱了她 此时她难过地捡着地上的纸线 回到教室又不停地写着资格二字 她不停地问自己资格是什么 她怎么就没有资格呢 这天她主动找到班长 主动放低了姿态 不停地盗起了钱 因为只有这样班长才能放松警惕 然后她就能趁机一抱还一抱 看来班长身 那种喜欢嚷嚷的主 而李湘才是那种表面柔弱 实则独辣得很人 当然想要彻底击垮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只有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她要把班长的那些小跟班彻底征服 然后坐上班刊总编的位置 星期一周刊的头条放什么呢 她计划创造一条 于是她提前安排班上的同学 将厕所全部站满 而当班长上厕所时 每一扇门就都是繁琐的 她焦急地跑到另一层 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她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慌张 直到李湘突然出现 当糗事终于发生的那一刻 就是李湘让她颜面丢尽的时刻 等班刊编辑出来后 她当时的丑态也就理所当然地出现在了头条 李湘告诉服务员 没过几天班长就转学了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因为那个伤害正性的真一 她还没有收拾掉呢 满怀爱意的小手 往小哥哥的腿上轻轻那么一打 小哥哥的处男心就沸腾了起来 她是那种知恩图报的女孩 学霸小哥哥不辞劳苦为她补课 她总觉得应该为人家做点什么 她仔细想了想 好像自己能教小哥哥的就只有这件事了 毕竟是第一次学习嘛 小哥哥难免有些忐忑 但很快学习的欲望 就战胜了内心的难为情 于是两人就这样在互相学习的友好氛围里 一天又一天地补起了课 但这次小哥哥竟然要求加课 这就有点得寸进尺了 好在李湘面善心软 实在不忍拒绝 李湘就是太善良了 明明知道这会让真一无心学业 但还是想满足她的小小愿望 多年后她告诉服务生 所以年级的第一名成了她心爱的郑姓 而真一则由原本的第一变成了垫底的那个 为了让郑姓开心 李湘是可以不惜一切的 从真一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年级第一 又对郑姓言语羞辱的那一刻起 李湘就决定为了郑姓报复她了 李湘主动找上了她 想让她帮自己补习功课 她原本是直接拒绝的 但可惜到心终究是不稳 我现在是新一的 我很难用 于是就有了开头补课的那一顿 真一彻底沉沦后 每天都求着李湘和他一起补课 只是已经达到目的的李湘 怎么会再搭理他呢 一切恢复平静后 李湘注意到正姓的便当很是寒酸 于是便鼓起勇气将自己亲手做得给他 正姓在短暂的犹豫之后 还是接受了李湘的好意 从那以后 李湘每天都会给他做一份 看着他每次吃的都那么投入 李湘的内心还是很幸福的 但就在他沉浸在这种幸福中时 因爱诚恨的真一出现了 看状态真一如今已经疯魔 他如同疯狗般死咬着李湘不放 此时李湘突然被绊倒 抓住机会的他赶忙扑了过去 而就在我们以为这是因果报应时 李湘却在多年后回忆道 私は刺されて 新一は退学 えげつないですね 怪我は大丈夫だったんですか うん 私小さい頃から 空手習わされてたから え 本当は避けられたってこと ちょっと待って もしかして 転んだのも みんなの前で わざと刺されるため やば だって マサユキョンが一位じゃなかったら 困るでしょ とどめ 刺さなきゃ 在李湘那种极端的爱情观 只要是与正姓为敌的人 他都会把他们一一推下地狱 扫除一切障碍后 李湘和正姓的感情 似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只是他们身后的笑话刘依 此时看起来好像很不爽 下课后 刘依便叫住了李湘 あのさ あんたマサのこと好きなの そんなことないけど 私最近彼氏と別れてさ マサのこと狙ってんだよね だから 学校で一番モテる私が マサのこと狙ってるわけだから あんた余計なことしないで 余計なことしてるつもりないけど 她是个为了男人不择手段的疯魔女 老师打压她的暗恋对象 她就用小纸条将老师约到楼下 然后再将砖头从二楼扔下 学霸羞辱她的暗恋对象 她就利用容貌蛊惑学霸 让学霸从此无心学业 等学霸彻底迷上她之后 又当面用赤裸裸的羞辱 让学霸彻底变成因爱成恨的疯 当学霸想伤害她时 她又故意跌倒 好让学霸从此背上 故意伤人的罪行 永远地离开学校 而就在她以为 扫除了一切障碍时 笑花留依却跳了出来 而且公然表示 要跟她抢男人 这天她照例 给暗恋对象正姓 做了爱心便当 准备放人家桌上时 却突然被笑花一下 推到了地上 羞辱她也就算了 笑花竟然还向正姓 打起了小报告 霸佳がこの手で植木鉢落として 芥田川先生怪我させたんだって こんな怪我らわしい手で 作った弁当なんて食べたら 正雪君不幸になっちゃうよ 知道真相后的正姓顿石被吓傻 而此时的李香决心复仇 她神情冷漠地 看着涂满强力娇的右手 等气势汹汹的刘依来了之后 她又立马变得笑颜如花 像犯错的孩子般 跑到刘依跟前 态度非常诚恳地道起了钱 刘依看她挺实相 当即就原谅了她 如是重负的她提议握手言和 刘依虽然觉得挺奇怪 但也没有多想 既然你觉得我的手很脏 连碰都不能碰 那我就让你永远离不开我的手 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这就是风魔女李香 从没见过这种爱情的刘依 就这样被李香彻底吓退 几天后 她收到了郑姓约她见面的小纸条 她知道郑姓是想确认所有的事 所以她早早地来到了教室 等郑姓进来后 便直接坦白了一切 此时的郑姓问她为什么这样 她说 好 好 好 朝鱼君がずっと好 好 小学生の頃からずっとずっ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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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停地道起了前 她想彻底放下这段感情 但又不想正性讨厌她 所以她决定去死 但她又不想死后还是被正性讨厌 所以她又做了个决定 所以她又做了个决定 她又做了个决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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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每天都在家想着李香 甚至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地位 李香这才知道自己这是遇到对手 接着正性便扑了过去 以前她觉得正性是肯定不会喜欢上自己的 而如今得知正性很爱自己后 她反而又觉得一切索然无味了 就像多年后 她对服务员说的那样 她想着什么 自然而言 请原来 突然走 认识 不认识 我认为了MASA,我认为了MASA 我认为你这样的事 我认为你喜欢你的事